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让外界看到了中共内斗的激烈和血腥 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计划在不久后的十八大商量项 促使许多人在思考动乱的中共是否为中国和平转型提供了最佳机遇 哪条道路更适合中国 最近有两位中国学者分别出书 指出了中国走向民主的路线图 以及为实现民主所应奠定的基础 资深宪政学者张博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拿了哲学博士学位 并在那里做了20年的理论研究 但体制内容纳不了他的独立主张 他在2010年被赶出了社科院 不过张博树继续探索中国宪政改革之路 他的新书《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就是成果之一 400页的一本书做了很详细的讨论 如果最简单的概括的话 那就是中国的宪政转型 现在到了各方面的条件 各方面的情况都很成熟 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做了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有必要应该去做 张博树指出 他书中两个宪政改革最基本的要点 一个是经过60年证明 中共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很多问题 需要做体制性的根本改革 用符合现代潮流的民主制度来替代 这也是中国的根本出路所在 另一个是转型的路径 就是通过体制内外互动和合作的方式 来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 张博树认为 渐进性和平转型风险小 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同样刚出版了新书《大转型》 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的中国学者王天成 现在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就读学位 王天成对于中国体制改革的观点不同 王天成指出 中共六四屠杀后 很多学者寻找代价更小的渐进式民主改革之路 但他认为渐进改革是寄希望于政府主动改革 但中共统治集团主动选择改革的可能性非常小 实际上民主转型是靠压力的 所以渐进改革不仅不现实 而且还对人们产生误导 王天成研究发现 过去三十年中 有七十多个国家民主化 其中五十多个是通过非暴力抗争转型的 转型后民众享有更多的民主 而十四个自上而下的改革转型的国家 现在多数还是威权国家 王天成认为 现在中国的维稳预算超过军费 说明中共政府压力越来越大 当中国民间自发抗争 转移到战略抗争方式的时候 就很可能会发生民主转型了 而且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走到了尽头 根据过去的经验 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使一批独裁者倒下 中共政权难过的日子已经来了 时事评论员张杰连也认为 王力军事件揭开了中共和政法委罪恶的黑幕 从江泽民开始 政法委不惜以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体系和社会风气来迫害法轮功 有意让政法委做大 现在政法委成为迫害全体中国民众的最主要工具 张杰连认为 要想人心回归 社会恢复正气 首先得把罪恶累累的政法委 包括江泽民 罗盖 周永康 薄熙来等 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偿还他们所犯的罪恶 在这样的局面下 其实后面要走什么样的路 自然就出来了 中国社会的这个道路自然就 这个答案自然就会浮现 那么前面这些如果都不做的话 跳过这个阶段去探讨后面 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 但是它不具备这个现实的区啊 因此张杰连认为 中国民主转型前 首先要恢复民心和社会正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